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历史解读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历史上三大军事奇才 各个战功卓著,却因犯同一个错误,惨遭灭门 各位看官,麻烦点击一下订阅 精彩内容不错过,方便随时查看 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 让我们来接着往下看 历史上三大军事奇才 各个战功卓著,却因犯同一个错误,惨遭灭门 葡萄梅酒夜光碑,玉饮皮爬马上催 罪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 有人说身为军人,最好的归宿 便是马格果师战死沙场 古来名将如云,可他们中的很多人 在战场杀敌无数,最终却因某些不为外人治的原因 惨死在自己人手里 这世上还有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叫官场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三位举世名将,就因不懂政治,犯了皇帝的忌讳 结果给自己和家人招来了杀身之祸 第一位,兵先韩信 韩信出身平民,虽有满肚子的兵法谋略 却由于性格的原因,无人举荐他,从官或是从商 没有收入来源的韩信,只能靠他人救济过活 韩信早期的遭遇,早已在各个描述当时的影视作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胯下之辱,还是一位贫民大娘施舍的口粮,都是最为直观的体现 直到陈胜吴广起义,乱世开启 韩信的满心抱负与他的才能,终于有了实现的机会 起初,向梁所率领的军队所向辟逆,历经树战,创下了赫赫威名 韩信觉得投靠向梁能够得到施展的机会 而楚国军队有他的指挥,必定会事半功倍 可是,当他如愿以偿地投到向梁仗下的时候 却发现他并没有受到楚国的重视 只是被安排了一份类似于如今的保安的工作 向梁死后,韩信曾多次给项羽出谋划策 可是军卫被项羽采纳 韩信觉得受不到项羽的重视,于是便转而投靠刘邦 可是到了汉营之后,却只被安排了一个库管的工作 这对于韩信来说无疑又一次打击 好在,萧和看出了韩信的大将之风 在萧和跃下追韩信之后,韩信才得以真正地受到刘邦的重用 在韩信被刘邦封为将军之后 韩信的才能一点点地显露出来,惊艳了所有人 无论是被水一战又或是石面埋伏韩信都足以称得上用兵打架 尤其是最后与项羽的一战彻底奠定了一代兵线的地位 韩信之死 项羽乌江自闻,刘邦建立大汉王朝 至此持续多年的楚汉相争,正式宣告结束 在汉朝建国后,刘邦照常论功行赏 可在封赏完这些大臣不久 刘邦就开始琢磨,怎么才能防止这些原本就有能力 如今又有实力的开国功臣 日后对大汉王朝造成威胁 于是他便开始了对这些有威胁的臣子进行清理 要说在大汉朝那些臣子最有能力 容易撼动大汉王朝的江山 那么出汉三杰首当其冲 智慧过人的张良 深受百姓爱戴刚正不阿的萧和 用兵如神的韩信 飞鸟进梁工藏,狡兔死走狗烹 刘邦的心思又怎能瞒过汉朝第一谋士张良的眼睛 因此在大汉朝出定之时 张良就渐渐的销声匿迹 淡出人们的视线 除非刘邦主动召唤 不然张良轻易绝不主动找存在感 从帝师的角色退到了帝宾的角色 在帮助吕后保住了妻子的太子之位后 更是主动辞官 明哲保身周游天下 过得逍遥快乐 而出汉三杰中的另外一个 刚正不阿的萧和 在韩信意图谋反之时 主动配合吕后捉拿韩信 在得到刘邦的追风以及嘉奖后 得到高人指点 不仅没有更多地施展自己的才能 反而开始持宠而交自无名节 故意败坏自己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让刘邦放心 最后更是无心朝野 整日饮酒作乐 醉生梦死 反观处汉三杰中的最后一个 被后人尊称为兵先的韩信 则是出汉三杰中 唯一一个不得善终的人 作为汉朝的开国功臣 韩信为汉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韩信 纵观汉朝所有将领 将无一人是项羽之敌 作为受恩之人 韩信每时每刻都记得 是刘邦给了他知语之恩 甚至连与刘邦 项羽平起平坐的机会 他都毅然放弃 可就是这样一个 有头脑又有忠意的人 为何到头来会进行反叛 进而又惨遭灭门 被诛灭三族呢 刘邦为何看不上韩信 首先 韩信自小就性格放纵 不拘礼节 在他成为汉朝的大将军后 他对刘邦的礼数 就更加不知周到了 或许在韩信本人看来 这无伤大雅 可是放在刘邦眼里 这就是对他的轻视 以及不尊重 再者 在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行阳时 刘邦行事危急 随时都有可能 被项羽攻破大营 而此时率领大军 驻扎在离刘邦阵地 不远处的韩信 不仅没有第一时间 前来援助刘邦 反而向刘邦讨要齐王之位 这一点就更让刘邦 愤怒异常 至此怀恨在心 当然 刘邦虽然对韩信极为不喜 但是念在韩信 是不叛汉的情分上 哪怕汉朝建立后 韩信手握重兵 是威胁汉朝江山最大的隐患 刘邦也未曾想过 把韩信处死 只是削去了韩信的兵权 将他留在身边而已 可是 恰恰就是因为这件事 让曾经对大汉王朝 忠心耿耿的韩信 心中生起了反意 毕竟韩信生来就是兵驾的人 对于他这样一位 用兵如神的将军来说 没了兵权 就相当于 让他的人生失去了意义 故此他才会起了反叛之心 最终被萧和 与吕后诱骗至宫中杀害 并诛灭三族 试想 如果韩信像张良那样 结甲归田 又或像萧和那样 自无名声 念在往日的情分上 刘邦也不会对韩信痛下杀手 第二位明朝开国名将蓝玉 蓝玉 是洪武朝著名的开国元勋 继续打 长玉春智后 他习征 南征 北伐 不仅帮朱元璋坐稳了江山 平定了外族叛乱 还沉重 打击了元朝的有生力量 让元朝再无机会卷土重来 明使为此称赞他 林狄勇敢 所向皆解 然而 在公元1393年 蓝玉却突然被人指控谋反 朱元璋震怒之下 将蓝玉包皮食草 满门抄斩 蓝玉虽然手握免死铁券 却因不懂收敛 害了自己和家人的命 第一 主动索要官职 1392年 蓝玉兮征得胜归来 朱元璋希望他能用心辅佐太子朱彪 于是封蓝玉为从一品太子太妇 可蓝玉竟然嫌官小 他想让朱元璋封他为正义品太师 这可是明代文臣至高无上的荣耀啊 朱元璋满心不快 因为在此之前 蓝玉已经仗着军功抢占明田 续养门客 凌辱蒙古王妃 惹了一屁股官司 本就对蓝玉不满的朱元璋 此时对蓝玉的贪婪和得寸进尺 更是厌恶到了极致 一天 朱元璋召蓝玉前来问话 蓝玉来是来了 可身边跟了几名将士 朱元璋嘴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很不高兴 怎么着面圣还带着护卫队啊 朱元璋朝他们摆摆手 示意他们退下 谁知这些人竟窥然不动 纷纷看向蓝玉 直到蓝玉点头 这几个将士才退出殿外 在历任皇帝眼中 军队都是属于自己的 任何人不得然之 可蓝玉却将其训练成了自己的私材 蓝玉之死 不在于他是不是真的想要谋反 而是朱元璋认为蓝玉的存在 对皇权已经构成了威胁 第三位清朝名将年庚瑶 年庚瑶做一位传奇的将领 从普通的一名守卫 后来做到掌权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以说他的人生充满了太多的神奇色彩 但是从侧面来说 年庚瑶这个人又是非常不幸的 在雍正皇帝执政以后 年庚瑶就被雍正直接处死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年庚瑶 这位丰功伟绩的大将被雍正嫌弃 最终处死 其实我们分析来看 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 当时雍正年间 国家国太富强 对于年庚瑶这样一个大将 已经失去了他的利用价值 所以说 对于每个皇帝来说 都篡位 都怕自己收下一手培养好的大将领功高盖主 所以说 这个年庚瑶必死无疑 第二点 年庚瑶这个人 虽然说为大清王朝做出了太大的贡献 但是他这个人有个特点 孤高自傲 为什么说他孤高自傲呢 原来年庚瑶在雍正皇帝执政以后 自己贡献巨大 所以说 根本就不把雍正放在眼里 但是像雍正这样一个人 看见年庚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心里自然不是滋味 所以说 渐渐的 雍正就想到了 要把年庚瑶处死的这样一个想法 其实我们来看 以上这几个原因 都是年庚瑶他自己的原因 首先 的确贡献太大 但是在这种贡献 直接威胁到了雍正的统治 自古 图公义 成功难 成功义 守功义 守功义 全功乱 历史上名将如云 可善始善终者 却寥寥无几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